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他们俩反而这样子平嘴 还能聊下去一点 那个干脆面也剩底了是吧 开着 本来我觉得你讲得很对 我本来觉得你讲很对 别抠了 真的别抠了 不是 你关口 他一直说说说 你说shut up shut up boy shut up you 突然开始rap了 就you don't know me shut up girl 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突然开始打歌 我跟你说 一个女孩 喜欢一个男孩 绝对不会这样的 她是一种类型 她是那种 就是有点小刺猬似的 荔枝如果是刺猬 那rap应该就是个气球 他每一回一靠 他就被扎 你太会比喻了 我的天哪 比喻天才 谢谢大家 然后rap就是个气球 每回扎的 就给人家泄气 太好笑了 我的妈呀 这是我今天 最好笑的一个笑话 所以如果我们用平分来看 他们俩第一次和第二次 如果你们打分的话 你们会怎么打 五分 第二次这次 约会能几分 没分 负一百分 但是我不看正负 我只看绝对值 你别再这样了 你很像那种班里头 没人理的班长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好无聊 这个人突然说 你这个固执有何意义 如果真的可逞 你再把我拉回群里 好吧 太好笑了 那我们聊点开始吧